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就是位于芒癌市西北部地处裁达木盆地西北边缘的冷湖镇 可以看到这里四面都是荒凉的戈壁滩 在距离冷湖镇附近12公里处有一片庞大的荒废建筑群 这里道路宽敞纵横交错房屋排列整齐房子全部倒塌了成为一片废墟 这片废墟的建筑群叫冷湖石油基地遗址 曾经是一座繁华的小镇叫冷湖石油小镇 距离省会西林900多公里 距离州府德宁哈400多公里 处于青海、新疆、甘肃交界处 距离最近的铁路站纽园340多公里 是一座因石油而新又因石油而完的小镇 冷湖成为当时中国的四大油田之一 随着敦环石油的发现冷湖石油又渐渐地枯竭 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都陆陆续续搬到了灯环 慢慢的冷湖石油小镇人去楼空 长时间的风吹日晒雨淋 年久失修房子逐渐倒塌了 冷湖石油小镇也接近被人遗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